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如下 第一则新闻是关于习马二会的 习近平和马英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见面 握手长达15秒钟 他们分别发表了致辞 强调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应该互助合作 共同追求和平发展 第二则新闻是关于习近平提到统一的讲话 他表示外部的担设无法阻挡两岸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他强调只要不分裂国家 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 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增进了解 化解矛盾寻求共识 第三则新闻是关于马云在阿里内网发表的贴文 他高度肯定了新管理层的变革勇气 并表示支持继续改革 他认为时代正在变化 我们必须跟上时代 第四则新闻是关于暴雪游戏重返中国大陆市场的消息 暴雪游戏将与网易合作 今年夏季重新进入中国市场 第五则新闻是关于中国财政部回应汇谕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的消息 财政部表示汇谕未能有效反应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 保持适度的赤字规模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 最终有利于维护良好的主权信用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腾讯降薪的消息 腾讯高级管理人员的酬金自2013年起连年增长 但在2023年却减少 是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来关注 马英九握手习近平15秒当面提中华民国 备受关注的习马二会今天下午4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正式登场 两人在睽違9年后再次见面握手长达15秒钟 综合台湾联合新闻网中天电视直播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下午3055分许分别入场 会见在4时开始 习近平与马英九笑盈盈的见面并重演世纪之卧 长达15秒之久 根据电视画面 中共政治局常委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以及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 陪同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这次见面的场地是在见面前才揭晓 此前台湾评论曾担忧 如果习马二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 马英九反台将不好交代 结果地点是在东大厅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与外国元首会谈常用的场地 此前一天 4月9日 习近平刚在东大厅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会谈 这里也是2005年胡联会胡锦涛与联战的地点 在重演世纪之卧并介绍双方人员后 习近平与马英九先后各发表三分钟致辞 马英九在开场后不久 就口误提到了中华民国 再更正为中华民族 根据台媒的直播 马英九说 这次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子访问大陆 感谢大陆方面的热忱接待 这几天的行程 同学们深刻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 体验大陆实际发展的面貌 更感受到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感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 最近30年 在两岸中国人努力之下 一步一步共同迈向振兴中华之路 虽然两岸在不同体制下发展 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应该互助合作 致力于振兴中华 马英九也提到 维护两岸和平的重要性 他说 对台湾来说 没有稳定和平的两岸 就没有安定进步的台湾 对中华民族来说 如果没有和平繁荣的两岸 也不会有璀璨光明的未来 他在讲话后半部 也再次提到九二共识 以及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含义 马英九说 诚挚希望双方都应该重视 人民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维护两岸和平与中华文化 蕴含的智慧 确保两岸互利双赢 最近两岸情势紧张 引发不少台湾民众不安 但他始终记得 鲁迅曾说过 杜敬杰伯兄弟在 相逢一笑 敏恩仇 马英九说 两岸如果发生战火 对中华民族 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两岸的中国人 绝对有足够的智慧 和平处理两岸争端 避免走向冲突 两岸在1992年 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共识 未来两岸应该以 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求同存异搁置争议 共创双赢 共同追求和平发展 来关注 习近平体统一 外部干涉阻挡不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金武会见 马英九十表示 外部的干涉 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制度的不同 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他强调 只要不分裂国家 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 一家人 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 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 增进了解 累积互信 化解矛盾 寻求共识 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 创造了远远流长 辉煌灿烂 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 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 感到骄傲和荣光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 繁衍生息 记载着两岸同胞共欲外伍 光复台湾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镇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他表示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 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 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海峡的距离 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 制度的不同 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外部的干涉 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两岸同胞一路走来 始终一脉相承 心手相连 守望相助 习近平强调 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 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 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和长远发展 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习近平又提到 4月3日花莲大地震 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我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对灾区民众表示慰问 新华社引述马英九表示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应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提升两岸同胞福祉 携手前行 致力振兴中华 来关注 马云内部发声 时代变了 我们必须跟上时代 阿里巴巴创办人 马云最新在阿里内网 发表题为 《致改革制创新的铁文》 高度肯定 现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蔡崇信 与首席执行官吴永明 组成新管理层的变革勇气 更称阿里巴巴以 重回健康成长轨道 并支持继续改革 马云文中表示 新管理层直面问题 直面未来 相信年轻人 对年轻团队充分授权 对于我们要什么 不要什么 做出了果断清晰的取舍 不仅是突破昨日固化的战略 更是打造未来的阿里 针对行业未来 马云判断 三、五年的时间跨度 对于网络领域而言 犹如一个世纪之久 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AI时代刚刚到来 一切才刚开始 我们正当其实 据了解 这是退休后的马云 五年来首次长篇幅分享 对公司改革创新 及未来前景的思考 马云在文中认为 过去这一年 阿里最核心的变化 不是去追赶KPI 而是认清自己 重回客户价值轨道 通过向大公司并开刀 阿里重新回归 效率至上 市场至上 变得简单和敏捷 据阿里内部人士称 马云在这篇铁文中 落款花名风轻扬 比较坚定乐观 认为他这些年 虽然不在具体管理岗位 但作为创始人 总在公司发展 关键时刻站出来 给员工解惑股进 来关注 网易微软谈妥 暴雪重返中国大陆市场 4月10日 网易官方微博宣布 与微软达成协议 魔兽世界等暴雪游戏 今年夏季将重返中国大陆市场 话题词 暴雪官宣回归 网易暴雪复婚 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霍西 更新后的游戏出版协议 将涵盖玩家在之前协议下的 各款国服游戏 包括魔兽世界注册商标符号 卢石传说注册商标符号 以及其他基于魔兽争霸注册商标符号 守望先锋注册商标符号 暗黑破坏神注册商标符号 和星际争霸注册商标符号 各自游戏宇宙的系列游戏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2023年底 暴雪被微软收购 此次合作主体也变成了微软 网易和暴雪娱乐 微软游戏还和网易达成了一项协议 尝试将新的网易游戏 带到Xbox及其他平台 一位在游戏产业深耕多年的 资深游戏投资人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微信采访时称 不意外 只是时间点的选择问题 考虑当下国内游戏行业的 整体竞争环境 玩家审美提升 商业化演进情况等等诸多因素 当下这个时点 暴雪和网易的彼此谈判地位 也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 2022年11月底 合作长达14年的网易和暴雪 突然宣布分手 这一消息一度引发游戏圈大地震 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不少玩家直言 感到被背叛 来关注 中国财政部回应会议下调 中国主权评级展望 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 政府债务风险上升等担忧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 近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调整为负面 财政部4月10日回应称 会议未能有效前瞻性 反映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 长期看 保持适度的赤字规模 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 最终有利于维护良好的主权信用 会议4月9日发布英文新闻稿 称已将中国长期外币发行人 违约评级的评级展望 自稳定调整至负面 反映中国公共财政前景面临的风险攀升 但维持中国发行人违约评级 在A加不变 下调评级展望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正从依赖房地产 向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型 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加 未来几年 财政政策或发挥更重要作用 从而持续推高政府债务 此外 民意增长放缓 还会加剧控制宏观杠杆率的挑战 加大城投和金融企业等 或有负债风险 来关注 腾讯降薪 高级管理人员 10年来首降 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 发布财报显示 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筹金 自2013年起连年增长 但在2023年却减少 是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第一财经报道 腾讯星期一 4月8日发布完整版2023年财报 并披露了腾讯董事级首席执行官 筹金情况 其中 去年筹金最多的是腾讯总裁刘赤平 为5247.8万元 其次是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4292.3万元 马化腾去年筹金同比增加了422.9万元 增长幅度9.9% 主要是薪金和花红增加 刘赤平去年筹金同比减少了1.35亿元 减少幅度72% 主要是因股份筹金开支减少 据第一财经统计 腾讯高级管理人员筹金 自2013年的2.59亿元 连年增长至2022年的52.72亿元 2023年减少至46.1亿元 是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腾讯财报也披露了股东持股的信息 2023年年底 腾讯南非大股东Nespers Limited 通过Process控制的MH Internet Holdings BV 持有腾讯股份23.67亿股 相比上一年减少了2.1亿股 持股比例从2022年年底的26.93% 下降到2023年年底的24.96% 大股东减持的同时 腾讯自2021年起 每年都在回购公司股份 且回购力度有所增强 上游新闻报道 腾讯在财报中披露 计划将腾讯股份回购规模 至少翻倍 从2023年的490亿港元 增加至2024年的超1000亿港元 报道称 2023年腾讯回购金额491港元 超过去10年回购金额总和 根据年报 2023年腾讯共计回购1.5亿股 这些股份均被注销 股本减少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 来关注 上海河马卖假兰扣后续 上海河马X会员店被指移卖假货 有市民反映在该店买入大品牌的化妆品后 经多个平台鉴定均指产品为假货 河马方面则拒绝投诉人的假一赔三要求 当地监管部门以涉嫌侵犯注册商品专用权暗游 对上海河马网际网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据上官新闻综合新闻透视及新闻房报道 上海市民张小姐每年以200多元人民币 成为上海河马X会员店会员 年前 她在河马X会员店七宝店 现场购买了二瓶蓝扣小黑瓶 每瓶单价为499元 但张小姐在两个鉴定平台上查验商品真伪后 结果却均是指货品为假冒 平台上验下来就是假的 两瓶都是假的 她于是致电河马 要求假一赔三 但被拒绝 对方仅表示可以退款 但对货品真伪避而不谈 报道指 这并非河马首次被质疑受假 有投诉平台资料显示 仅今年2月以来 有关河马货不对版等问题的投诉 有近300条 今年3月 一位网友也在网上发布视讯 反映消费者在河马X会员店大厂店 购买到的蓝扣产品 怀疑是假货 但店方拒绝给予退货 报道指 就张小姐的个案 联络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求证 对方发来情况说明表示 涉案商品送权利人欧莱雅公司鉴定 鉴定结果为假冒产品 监管部门已涉嫌侵犯注册商品专用权暗游 对上海河马网际网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而针对河马X会员店七宝店的消费者投诉 米航区市场监管局也表示 已经展开调查 并对河马予以立案 目前调查中发现 化妆品是由注册在浦东的河马物联网有限公司 向全国河马X会员店统一供货 相关线索也已移送浦东新区相关部门 目前调查中发现 化妆品是由注册在浦东的河马物联网有限公司 向全国河马X会员店统一供货 相关线索也已移送浦东新区相关部门 报道指出 上海警方已介入病例案调查 目前已抓获部分涉嫌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嫌疑人 报道指 河马X会员店屡传授假货问题 但多名涉事消费者均不满维权过程 指河马方面在收到投诉时 往往对产品真伪不置可否 要消费者签署和解书 放弃对产品追溯的前提下 才支付所谓的影响消费者体验的体验赔偿金作为补偿 来关注 陈一新最新国安大案 快递也泄密 中国国安部披露案例 某快递公司经理泄露执法办案情况 被刑拘并罚款 中国国安部星期三4月10日 在微信公众号上披露这一案例 案情显示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为侦办一起重要案件 约见了某快递公司部门经理张某 依法出示相关执法证件后 办案干警要求张某配合提供嫌疑人旁某 有关涉案资料并告知其本次执法工作情况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员泄露 张某表示将配合相关工作 按要求认真阅读并签署了保密义务承诺书 然而 国家安全机关干警离开后 张某由于保密意识淡薄 转头将此事告诉了同事 尽管张某还嘱咐同事这事别乱说 但国家安全机关正在调查庞某的消息 还是传到了庞某那里 得知自己被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后 庞某迅速逃逆 对办案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后来 经过缜密侦查和精准布控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最终对庞某成功实施抓捕 中国国安部称 本案中 快递公司部门经理张某 明知自己有保密义务 并签署保密义务承诺书 却擅自将国家安全机关 对庞某开展调查工作 这一国家秘密泄露给他人 导致办案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张某的行为属于 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 鉴于其本人有认错毁错表现 国家安全机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同时并处3万元罚款 中国国安部称 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 是指违反保密规定 通过口头 书面 网络等方式 使得国家秘密被不应窒息的人窒息的行为 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一旦泄露 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法律规定 公民和组织应当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 保守所窒息的国家秘密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